我們這一次一起合捐的金球糧 我們總共捐了1萬公斤 1萬公斤其實算很多 就是10公噸 市值的話大概300到500萬 原本想說捐很多應該夠吃很久 大約吧 一個禮拜就可以 一個禮拜就吃完了 一個禮拜就吃完了 一天三四十包內 一開始從一隻每次都是這樣子 一隻兩隻三隻一隻增加著 看了可憐就救 就是會心軟啦 會你剛捨不得 對 這是生命的可憐 現在有大家的幫忙 我的袋子可以減輕一些 它是捕獸夾夾到的狗 那時候全身都是床 都漲氣啊 這隻整個怎麼 它應該就是半身癱瘓了 所以它身上濕濕的 有可能是它沒有辦法治理 凡之場 它發現它可能比較沒有價值一點 就比較消極的來飼養 這會不會咬人啊 這個其實不知道 大家好我是Jerman 今天這一支影片呢 是一個久違的工藝題材啊 我們來到了高雄的大寮 然後在我背後呢是高雄加坪東區非常大的 應該最大型的這個狗園之一啊 是趙媽媽狗園 然後這是他們的大寮的園區 他們有大寮還有潮州 然後兩個園區加起來呢收容了數千隻的狗還有貓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支影片呢 一部分是當義工 那一部分呢也是我們跟一個很大的這個飼料品牌 我們合捐了很多很多的飼料要給狗園 但這支影片呢並不是業配影片 這支影片呢主要是 想要跟大家宣導領養代替器啊 有錢的話呢 也可以幫忙資助這一些狗園 因為是真的很有愛心 長時間的在收容狗啊 還有貓 所以這支影片主要是共襄盛舉啦 給大家看一下趙媽媽狗園的這個現況 目前的領養的這個狀況 還要待會我們進去裡面看這樣子 那我們先掌聲有請趙媽媽玉 你好 你好 妳好 妳好 知道嗎今年多大 差一歲八十歲 差一歲八十歲 虛歲八十 這比我媽還大耶 已經可以當趙奶奶了 奶奶 人家都說趙奶奶 趙奶奶 怎麼叫做 做這個收容狗狗跟貓咪也二三十年了 三四十年 一開始從一隻每次都是這樣子 一隻 兩隻 三隻 一隻增加著 就看了可憐就舊 看了可憐就舊 所以這個數量一定是慢慢的 就是會心軟啦 會很禮缸捨不得 對 這隻生命的可憐 我們都會很想救牠 就是這樣 很不忍心 真的是流浪動物真的是這樣 很常看到新聞 然後或者是網路社團在分享 就是各地都會有這種愛心的媽媽 愛心的爸爸 然後就是收容狗 收容貓這樣子 外面流浪的小生命都很可憐 嗯 也很可愛 經過我們救援回來好好照顧牠 又變成一隻很可愛的小寶寶了 那我們就可以帶著這個 對對對 所以今天晚一點會跟大家講一下說 有哪些貓咪或狗可以領養的 大家到時候也歡迎 來跟這個趙媽媽的狗園 我們裡面有很可愛的 對對對 各位畫面中看到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 跟Hero媽媽一起合捐了金球糧 這只是其中一個棧板 一小小部分 一小小的 我們總共捐了一萬公斤 對 潮州很多 對對對 因為剛前面講了嘛 其實趙媽媽狗園分成潮州跟 潮州跟這裡大糧 對對然後潮州大 聽說狗狗的數量是這裡的三四倍 對對對 所以我們總共捐了一萬公斤 一萬公斤其實算很多 就是10公噸 對 所以市值的話大概300到500萬 哦 原本想說 欸 想說這樣捐很多 應該夠吃很久 結果 欸 知道嗎 我們這樣一萬公斤夠了 你們吃多久 哦 大約吧 一個禮拜就可以 一個禮拜就吃完了 一個禮拜就吃完了 對 一天喔 三四十包 大包 這個還是小包 這是小包 然後一天可以吃掉三四十包 大包的 你說 這個禮拜就吃10公斤 我們都18公斤 15公斤 這麼算著 等一下一個禮拜如果吃掉 一萬公斤的話 那如果飼料不夠怎麼辦 不夠就是到處奔波 哪有 我就趕快去載 真的不夠還是口袋裡的 逃出來去買 所以莊媽媽從做這三四十年 自己也貼很多錢 在外賣飼料 我常常說 這些狗狗吃我千萬的不為過 上千萬才對 對對 現在有大家的幫忙 我的蛋子可以減輕一些這樣子 這剛剛講到說會去載飼料 是去哪裡載啊 譬如說小單位 有人捐他會沒有吃那麼多 你說比較小的也是狗園 對 也是愛心媽媽的之家 他們會說 會長 這兒有多餘的你來載 大家都餵狗嘛 都希望狗狗吃得飽 所以我都會去載 幾十包幾十包 這麼去載回來湊 所以要這邊跟大家呼籲 就是其實照媽媽狗園的這個數量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即便我們這一次核捐了一萬公斤 但其實也只夠他們一個禮拜就吃完了 所以理論上一定是不夠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待會看完影片啊 覺得說行有餘力的話 想要幫忙的話呢 歡迎就是有電話可以直接聯繫他們 然後直接捐款 對對對 因為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 量很大 我們的狗狗都吃得胖胖的 重重的 真的 我剛剛有看了一下 很有活力 而且這個飼料很好 狗狗喜歡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飼料 謝謝 真的很感謝 各位我們接下來就要體驗一下說 因為照媽媽狗園會定期的 從很多地方搶救狗狗回來 所以這是今天他們搶救的這一批 他們待會要篩選 然後分類放進不同的園區 嗨你好 哈囉哈囉 你好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這一次拯救回來的狗 對對對 我們第一步要先把全部門打開 嗯 通風嘛 對對對 夏天然後高雄真的很熱 哇 對對對 喔很可愛耶 還有側邊的門也要開 喔 這蠟腸跟貴賓很乖耶 都不 那這個 都不會叫是 是 仔細的聽 嗯 他們其實會叫 而且你會聽到一個 上面喉嚨被割掉 那個 對 其實那個就是 聖誕不是喉嚨 聖誕 然後 哎呀 像這一場 如果 就這個樣子的話 有可能 很大機率是非法的 為什麼 因為 他們怕被抓到 周圍的人如果去檢舉 動網速就會來查 查不到你的牌照 你就要被那個 所以你的經驗是救回來 如果是生帶有被割掉的 通常是非法 大機率 大機率 對 所以這個是你從養殖場 救回來的狗 對對對 啊 可是這個 我沒有直接接觸到 繁殖場的常駐 因為我這邊 接觸的都一定是有牌照 就是 懂 因為你的身份比較尷尬 但是如果對方是非法的 他跟你講 他就被操掉了 對 你們作為想要救狗跟貓 的立場 的立場 對 你就要把狗處理掉 不如交給我們 大部分都會這樣講 因為我一定是找合法的 評鑑我去看過他們的環境 然後就想說 其實你養這麼多 那有一些可能生出來不漂亮 你自己也知道不漂亮 或者是近親出來的狗 你根本也不知道 可是突然就買過來了 不然就是一年級也到了 然後也生不出來了 生了好幾次也生不出來 那不如你試著讓我去送看看 可能之前做的都是 就把他籠子關到走掉 可能就消極的養嘛 不然就在早期 環境很差 對 就是棄養或什麼的 這個方法對他們可能是好 擔心就是錢的問題 其實就直接跟他說 沒事車我去載 對你去職業 他們不用付任何費用 你幫他處理掉 對 你就把你覺得想要先淘汰掉的 然後我試著去送看看 聽得很難過 有兩隻比較特別的 那我們去另外一邊看 這個不是從同一個養殖場出來的 有點無奈 就是他們不敢直接找我們 因為他們怕被燒 但是你們又還是要救 他們會透過合法的繁殖場 然後去接觸到我們 我就跟他說 要收沒問題 可是是不是就不要再 不要再繁殖 不要再非法繁殖 你要一次全部讓我收走我願意 就是你就不要經營了 就收手嘛 對有可能你也是經營不散 因為你也非法 你也不能去合法申報 合法去賣 那你就看想辦法 我就一次帶走 很多他們是願意讓我們用這個方式 對 就給他們一個新的機會 所以這邊你說這邊的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狗公 就是這個可能你等一下 踩踩很可愛耶 對 就可以先抱一隻看看 他現在有點害怕 他害羞 像這一隻 他其實這隻後腳 無力嗎 還是怎麼了 可能固執 這個還要可以配合的獸醫檢查嗎 如果他還小的話 我們會試看看說能不能綁個鴨舌板 讓他在長大的過程中就是慢慢的矯正回來 對 因為有可能小時候被媽媽踩到 他就是有點癱瘓掉了 這隻看起來很年輕 就是感覺不到幾個月而已 這大概兩個多月 這個這一隻就送你了 這隻也很乖耶 不過 送我嗎 對對對 什麼 不用拒絕 蛤 蛤 不是 欸 還有一隻就是 哇這隻整個怎麼 他其實在籠子裡面 他就已經躺成這樣了 所以他應該就是半生癱瘓了 蛤 年輕耶 他大概他也還是小朋友 這感覺也不到半年耶 哇 所以他身上濕濕的 有可能是他沒有辦法自理 他就一直躺在尿上 他們可能在原本的繁殖場 他發現他可能比較沒有價值一點 就比較消極在飼養 這邊你看其實都有點平了 在我們這邊頂多就是 看有沒有人有養過癱瘓犬的經驗 當然要養這個 生臟的狗狗或貓咪 當然難度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就透過 我們影片看有沒有機會 大家如果就是特別有愛心 或是比較有能力照顧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 趁他還是小朋友看有沒有機會 當然其實任養成年的狗狗也很好 當然就是前面這個博謙說的 就是會依照 每個家庭的屬性幫忙分配跟介紹 推薦啦 推薦 你們就再來互動看看 對…很看緣分的 有演員然後送回到你家 你都會滿開心的 就真的找到一隻適合你家的狗 狗狗其實真的是很無私的 把愛都給予我們 我們人類也有那種被需要的幸福感 我們遇到的還是有很多 出於愛心來認養的 我們送出去的很多有瑕疵的狗狗 瞎了一隻眼睛的 他說好沒關係 我帶他回去好好疼他 喔回去好幸福喔 那種感動讓我們覺得 我們努力還是有價值 嗯…一起搬嗎 好一二三 再疊一樓 卡一下他的一些邊邊角角 往這邊進去 我們要搬下來 走到這間我可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這一隻是救援回來的 然後他是捕獸夾夾到的狗 厭厭一席耶 那個時候 他那時候全身都是床 都長蛆啊 然後像其他黃金還在等著養 感覺滿健康啊 對個性都滿好的 這些柴犬 原本這邊可是滿山滿谷的柴犬 你說有一肚很流行養柴犬 對… 到時候就開始一陣的棄養草 嗯 在我們的不限努力之下 送滿多的 所以你說當初這邊柴犬可能數十歲 對 等一下裡面還有一間 可以再帶你們去看一下 好… 對對對 然後我們先把狗開始放進去 好 現在要放進哪個籠子裡 這幾個都準備給他們 這個其實對他們來講是大籠的 所以可以這三隻先放這裡 好 嘿 好了 先出來 兩隻腳把它拉出來 對… 乖乖 他們這三隻有洗過澡 嗯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順便帶回去 喜歡就帶走 不要怕 不要怕 沒事 沒事 嘿咻 他這隻是老大 每次都站在這上面看人 所以單獨養在籠外 都是比較穩定的 對 會放在外面就比較不會吵架的 哦 比較乖是不是 他這隻是生活在籠上的 不太下凡啦 他看到人喔 他一定在上面看 嗯 哎呦 這邊其實我覺得比我想像中環境好 狗養了多難免還是有一些排泄物 還是會有味道 但是其實大概進來一分鐘就習慣了 這隻很可愛喔 他是人家棄養的 棄養的 是棄養的 不然他其實個性很穩定又很可愛 因為他肥脂脂的 他棄養直接丟來這裡 沒有 他們都會有很多 理由 對 可是這個我們不能教 我們不能教大家 不能教理由啦 反正被棄養 反正你們聽很多一樣的見譜 我們就是看啦 就還有機會我們就試看看 那領養前是不是不太會幫他們取名字啊 我們不取的原因是因為怕他們認名字 因為我們擔心 我聽說是這樣 對 擔心新的主人他們有 不想叫那個名字 對啊 他就混亂或什麼的 那就叫你小胖喔 接下來這個步驟呢 我們讓趙媽媽帶我們來辦飼料 就乾乾半罐頭 我們這一次捐了那個 Hero媽媽的金球糧 看起來就是好吃的飼料的樣子 味道蠻香的 就弄這個罐頭 我就直接把它擠下去 這裡面還有 這是蛋嗎 蛋 看起來蠻好吃的 讓狗狗吃有拌罐頭算蠻奢侈的 對牠們來說算吃比較好 對啊 加菜的 那我們就直接用手拌 用手拌 飼料再加 它下面拌均勻了 就把它罐頭抓開 罐頭抓開 那拌飼料這樣子 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就讓它更香一點 對 不過也很感謝啦 你們支持那麼多飼料給牠們吃 狗狗會一定很開心的 再來 飼料再來 可以再多拌兩三勺 好 可以了 大概這樣子 好 好 一般進去 我們要讓牠一隻 又有一個空間 不能兩隻放在一起 分配好空間給牠 對對對 要小家們跑出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 這裡這裡 這裡啦 好 算了 你們都很不專心 這時候其實就是觀察的過程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有先確保一個人有一碗 可是我們要先看牠 有些可能會爭來爭去 每隻狗的個性不一樣 有的就是牠搶別人 牠是在尿尿啊 像牠 牠應該就是還在拔起 所以牠會想要去做人家 可是我們在還沒有確定牠的狀況 牠是不會隨便帶去絕渣 這時候就可以看一下牠們的狀況 像這一隻就興奮 可是不一定會吃 那代表說這一隻有可能吃不到飯 其他愛吃的 會不會去搶人家飯 會不會互死 這就是可以之後去觀察 現在有兩隻在正常吃 那這隻還是興奮 對 然後那隻是還沒有開始吃飯 如果真的開始吵架的話 就要開始分了 這種狗一般是比較不容易吵架 因為這兩個類型的犬比較不會吵 對 因為牠們食量沒這麼大 所以不會為了食物吵 三隻大隻的貴賓 那我拿大一點三 吃飯囉 有一個注意的點 就是牠們有人在不會吃飯 太兇 就是緊張啦 所以才會讓每一碗都盡量八分碼以上 就是我們人走了 牠們可以安靜下來吃飯之後 還有飯吃 對對對 我不熟我也不敢吃 這邊有一隻在正常吃 另外兩隻就像你講的 感覺有點會怕 對對對 就還沒有放開心 嗯 這隻最正常快吃完 其實牠那樣就快吃飽了 七分碼所以牠不會去搶人家了 牠又要騎人家 欸欸欸欸 就開始了 欸你要吃飽就交配 欸太爽了吧 啊然後我們還有一間 來餵臘腸 回來抓一下 欸欸欸欸 你去吃飽 這這這 欸蠻乖的都在吃喔 這腿也最胖了 不怕生啦 餵狗很有成就感 那除了我們前面有介紹到很多這個彩彩啊 貴賓啊 然後臘腸這種主流的狗被棄養 需要認養之外呢 我們請柏千 牽出幾隻比較特別的狗 然後首先呢 是這是什麼惡霸 這會不會咬人啊 這個 哇 這個其實不知道 這就是因為 我這個可以教一下喔 你不知道牠會不會咬人 不知道的狗 最好的方式是不要用胸背 胸背是這裡嗎 對 胸背是這裡 可是我們一般心疼的 我們都會用胸背 我們每一隻都用胸背 可是 不確定會不會咬人 或咬狗的 就是你就直接 因為牠如果真的有攻擊動作 你還可以勒住牠 要把牠踏到 所以這隻我不要亂摸啦 想說帶出來給你摸一下 看會怎樣 我也不知道牠會不會怎樣 啊反正 乖的啦 牠一定要籠子 不然牠咬起來 我們可能抓不了 牠在這裡很久了嗎 沒有 剛來 剛來 所以你也不會咬人 不到一個禮拜吧 不到一個禮拜 牠最特別的是 牠是在新北被人家撿到的 這麼遠 一路送來高雄 而且牠的晶片 原本是在板子場的名下 不知道為什麼會跑到我們名下 我們沒有收過牠 蛤 牠從新北過來 是因為牠擁有者 被篡改成你們的路下 奇怪的就是這裡 這第一次發生嗎 第一次發生 在新北被抓到 當然新北市的棟寶 他們就覺得我們可能棄養或什麼 不然為什麼寶會在那邊 然後就 對 然後就 就請我們去帶嘛 我們要交給牠住宿費啊 然後跟打狂犬病的備用 然後就把牠帶出來 牠是坐計程車來的 蛤 計程車 我們就趕快請 就是可以幫忙的計程車 去載牠回來 所以對於牠的資料 也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牠看起來是壯年啊 這個應該有個 三五歲吧 牠目前就是皮膚病的問題 應該就是流浪 對 牠就是下半身有一些尾巴啊 腿有一些皮膚病啊 這個我們有在治療 就是吃個藥 其實牠皮膚的 蟲就會慢慢死掉 想要領養惡霸的話 可以聯繫一下 這個從新北流浪來高雄的惡霸 看起來非常的有利器 這個一定會解鎖完才送 所以就 好好珍惜你 還有淡淡的日子啊 那你解鎖完 大家就可以來任營了 哇哇哇哇 好大隻 這個算什麼品種 這個叫做大丹 這個金氏世界紀錄 最高就是這種狗 大概站起來200多公分 哇塞 你們我剛沒看到了 這個比較大隻 關在比較裡面對不對 沒有 你可能沒有記憶到 因為牠有點像米克斯 可是牠站起來 哇靠 握手握手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初次見面了 初次見面了 哎呀 哇這個跟我人的手一樣大 對 牠站起來真的很高 哇塞 這個站起來1米6喔 在這裡很久了嗎 喔喔喔 我來感受一下 牠們比較溫和 這種狗在美國是拿來 治療小孩麻痺的 牠們的眼神 散發出一種 溫泉的感覺 現在治療是要陪伴小孩麻痺的人 對就是牠們說眼神一對到 然後牠們就會 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牠在這邊多久 幾個月而已吧 牠們原本是很瘦的那一種 就是因為牠們食量太大 可是養的人沒有注意到 就是沒有意識到 可能不一定有能力養 牠那個大概也不夠兩隻吃 嗯 全滿的話 你說一天嗎 對 一天 對對對 所以這個治療費可能 我剛想說一萬多塊 一萬多塊可能下不來 對 高山犬是原本大丹去混米克斯出來 叫高山犬 牠們是還蠻難得的一個品種 所以 所以養這個本要夠粗啦 對大家看到如果有醫院的話 嗯嗯 真的家裡要有空間啦 要有心理準備伙食倍會偏高 對 哎呀有本 一般人不了解這種狗 所以牠們其實會怕說 這種狗會不會咬牠們 所以牠其實是很好的保護你家人的那種狗 對 假設在南部可能比較適合透天 這個大樓電梯遇到 不知道的人真的會嚇爛 就是你坐電梯就只有你的專屬電梯了 沒有其他人會進來跟你一起坐 所以來好幾個月了 有人來諮詢牠嗎 大丹在台灣還沒有這麼多人知道 他也不知道牠們其實是很溫馴的 溫馴的 對 牠現在的健康狀況已經是OK了 也已經結紮了 所以牠不像剛剛的惡霸還要結紮 牠已經是即刻隨時有興趣就可以來諮詢 沒錯沒錯 他們說因為這邊的志工人力有限 然後有些志工的身詢比較嬌小 沒有辦法遛這麼大型的 好可愛喔 神豬 神豬 牠這個叫做英國鬥牛犬 牠是來的時候就這麼胖了嗎 沒有 英國鬥牛犬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容易吃胖 是喔 對英國鬥牛犬混發豆的那一種 牠也很容易吃胖 牠沒有吃很多可是就很容易就變胖 那這隻應該不會沒有到很兇 對 牠也沒有說真的吃很多 而且我覺得鬥牛犬好像比較不適合台灣的天氣 牠好像沒辦法太熱 養鬥牛犬的家庭最好是要有電風扇 或者能力有夠可能空調一直開著 對 可是這個要有一個小點要注意就是 家裡太常開空調的鬥牛犬 出去一定要做好更多的 牠可能會中暑 對 牠比一般只吹電風扇的鬥牛犬更容易一個重量 因為那個溫度差太多 對對對 所以家裡開空調要注意而已 那這隻 這隻鬥牛犬來這裡很久了嗎 牠有比較久一點 因為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能養的好像不多 欸欸欸 好了好了 啊可是很腮奈 牠真的很腮奈 對啊 哎唷 對啊 我感覺你們有一點那個 賜足跟小孩的臉 這隻你們等一下也包回去 如果喜歡胖胖的鬥牛犬的話 這邊有一隻 欸欸 不要裝我胯下 這邊有一隻啦 可愛的啦 很親人很親人 好 牠的那個皮塞起來 很舒服 狗狗就是這樣子 牠就是很熱情 牠無條件給你愛 比較沒有那種危機意識 就是不覺得有人會傷害牠 啊真的 感覺很好 只要有人蹲下來 牠就鋪上來 希望有人來把你帶回家好不好 掰掰 好 走 好大隻喔 這個牠一到日光下要等牠一小段時間 牠要熟悉一下環境 牠現在 牠現在有點緊張 剛剛我們不是有一隻大單嗎 那個是美系的 美國品種的 這個是德國品種 德國的大單 德系大單 也很大隻耶 插在牠的臉比較像那種獵犬 這個也算是溫馴的 這個也很會吃 這就比剛剛胖了一小圈 可是比牠小了一點 所以養這個也是 火食費可能也是比較高一點 對 養大單 火食費都蠻高的 牠們之前養天才有辦法吃一次飯 這整個身體狀況很不好 對 摸毛皮感覺 皮膚狀況不錯耶 對 蠻亮的 蠻亮的 應該蠻健康的 牠是一開始被拉到戶外 曬到陽光有點緊張 還沒有那麼習慣環境 牠們偶爾就陽光曬進來 可是也沒有真的完全 沒有這麼多陽光 大概你等牠一小段時間 然後牠就會開始到處聞 到處聞 牠就會開始腫 各位如果養大型犬 真的不要棄養 當然都不要棄養 但是大型犬棄養 就是很難找到再領養回去的 那你們這樣子把牠們救回來 確切也不知道幾歲 說實在這個很難判動 這個有一個難言指引 就是繁殖場的狗 有很多可能都是吃爛的肉泥 牠們不一定有辦法吃到飼料 就是吃那種人家什麼雞骨頭啊 雞脖子啊什麼 全部攪爛成一起的那種肉泥 牠們吃那個很容易牙齒就爛掉就掉 受益師看到牠們牙齒是爛的 就覺得說 欸 牠就十歲了 牠就十幾歲了 可是這樣牠可能才兩歲三歲 是 然後這時候受益師就會跟牠們說 那不然你不要養了 你就退回來 其實會這樣 原本都從這裡領養走了 然後領養的侍主去給受益師看 受益師講一個比較大的年紀 又被退回來 然後沒有是受益師建議牠退回來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難怪 牠回來就說受益師說牠很老了 牠就叫牠退回來 可是明明牠活動力也好 牠就是牙齒爛了一點 掉了幾顆牙 所以那種我們聽到都比較難過一點 哇 欸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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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隻是什麼啊 這個義大利黑手黨的獵犬 叫做扭玻璃盾 扭玻璃盾 喔 很大力 牠們皮很厚 就是 牠這種狗是很愛跟人家打架 很愛打架啊 牠會咬著不放 因為牠不怕人家咬 因為牠皮很厚 所以牠就會跟人家咬到底 牠聽到最後一刻的 對 所以義大利黑手黨都養隻龍狗 牠這隻有幾個特點 牠很愛唱歌 什麼意思 牠會帶動唱 牠會在裡面開始 大家會開始唱歌了 牠很會唱歌 我看那個有點垂下來 牠是繁殖場 牠也是繁殖場 繁殖場送來 那幾隻其實也是繁殖場 其實繁殖送來 所以其實大型犬也有繁殖場在繁殖 對對對 各種大型犬都有 我們只缺帳蕎了 之前有收過帳喔 有 可是不會養在這裡 怕說會不會造成 就這其實只是你們很小一部分的狗 你看很多狗 有的也是在潮州 對對對 終於有比較小隻的狗了 而且沒有毛 追蹤犬 追蹤犬 所以牠一逃走 很難追回來 牠會跑 很漂亮耶 這狗狗也是可以認養的 對 我們有好幾隻 這個品種就叫追蹤犬 靈體 靈體犬 在國外 很多人牽著牠很優雅的這樣走著 牠們這種狗是會有被虐待的可能 而且是會被受醫師的那一種 為什麼 就是牠們的血在捐血權裡面算是很好的血 就很像人的O型血 不管什麼血型 牠們的血都可以用 所以受醫師會拿牠們的血去賣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新聞 有一些受醫院 可能關到腿都變醒 或什麼還是去抽牠們的血 今天也是很開心 能夠來高雄大寮體驗這個趙媽媽的勾驗 那其實狗之外呢 牠們也有一些貓咪 就像我們前面所說 牠其實光是伙食費 飼料費 每個禮拜可能都要吃到上萬公斤這樣子 所以雖然說我們這一次很開心 有捐了很大量的飼料 但可能也沒辦法撐很久 所以大家有能力的話 關心這個浪浪議題的話 也歡迎捐款 也很高興 能夠捐這麼多飼料給我們 真的 最近也在蓋一個很大間的合法的狗園 合法的動物收容所 所以也歡迎大家多多樂捐 好不好 然後也最後要再次感謝Hero媽媽 牠們其實定期也都在關心 這個流浪動物的一些議題 做毛海的英雄 所以各位如果最近有想要養狗狗或貓咪的話 都歡迎可以來這個周媽媽這裡認養 牠們才會推薦 或是看說適不適合養 有錢的話呢 歡迎熱捐 好不好 而且最近呢 牠們出了很可愛的衣服 就我們今天一直穿在身上的 最後呢 再次謝謝這個Hero媽媽 也謝謝這個周媽媽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Follow也是各位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